哈囉,大家好,是Tiffo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面試日文系的時候 可以有什麼小技巧或者是應該要怎麼準備呢? 好,那今天這個主題呢 是因為我發現有陸陸續續收到一些人來問我 就是面試日文系的時候 可能會被問什麼問題 或者是要怎麼準備比較好 這樣子,所以我就發現 天哪,居然到了這個 就是大學面試的季節了 其實我當初自己也是在 就是學測的時候是面試 上正大日文的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是正大日文這件事吧 我當初是就是 跟大家報告一下我的背景 學測之後我填的細索 就是有台大日文、正大日文 然後還有一些歐文組 因為我當時其實還沒有很確定 自己是百分之百想念日文 對,有沒有很驚訝啊 大家都以為我是一開始就喜歡日文 其實也不是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面試 台大日文跟正大日文的心得 那要順便提起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今年呢 已經二十三歲了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個資訊呢 是就是 大概四五年前 我上大學那時候的資訊 那那時候的狀況 好,所以那我上了之後呢 我也沒有再去持續更新每一年 教授問的問題有沒有不一樣 或者是每一年的狀況有沒有改變 所以我跟大家講的資訊 希望大家還可以就是就是 當做一個參考就好 不用玩百分之百的 照做 好,那台大日文呢 先講台大日文它是有筆序的 筆序的內容就是考一些日文的 註詞啊什麼的 就是一個很認真的日文考試這樣子 我當時入學之前呢 我就有考過N4了 但是我從來沒有認真的 上過任何一堂日文課 所以我的文法是非常不行的 那它考的日文考試 那個筆試的內容呢 有蠻多是你要填註詞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的日文考試呢 好像考三十幾分 還是四十幾分而已吧 就非常的低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 就是遇到這種 要日文筆試的部分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可以先準備一下 那面試的部分呢 我覺得其實台大的面試 跟正大的面試給我的感覺 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一起分享囉 首先我是有就是在我的 那個叫什麼 背神資料 好久沒講這個字 背神資料裡面是有寫說 我是會一點點日文的 所以這一題就是那時候就有被問 那有一些網友問到說 需不需要準備日文的自我介紹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在背神資料寫說 你會日文的話 你準備一下日文的自我介紹 應該是比較保險 但是我並不覺得這個會加多少分這樣子 因為大家的日文介紹都講的一樣 而且因為其實日文系呢 它是在進入學校 進入日文系之後 它才從五十英開始從頭教你 所以我覺得老師們 並沒有在要求你日文要很好 就是你在面試的時候表現出你日文很好 這件事我並不會覺得有多少的加分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可以表現出你對日文的熱情的話 那可能就是也是不錯這樣子 但是我會很建議大家想要面試日文式之前 一定要把一個問題想清楚 就是你為什麼要念日文系 日文系這個科系呢 在社會大眾看來是一個非常沒有用的科系 相信大家就是或多或少有感覺到 就是你的爸媽可能會說 啊你念日文系你是要做什麼工作 你要做比翼嗎 你要當老師嗎 那所以你到底為什麼要念日文系 還有你對你念完日文系之後 你預計的出入的計畫 是很有可能被問到的 最好可以想清楚 那我像我當初就是在 因為我有那時候去補習班 然後模擬面試的時候 教授問我這一題 我就回答說 因為我想要當 台灣跟日本之間的橋樑啊 可能進日商這樣 我有點忘記我講什麼 反正我講到跟商業有關 然後教授就反問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去念商學院 然後自己去念日文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進日文系之後 然後再想要去進一個商的公司 對 因為其實日文這個東西呢 你其實也有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去補習班嘛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學好日文的話 你沒有必要一定要進日文系 那所以你的進日文系的動機 就會顯得有點不明確 我之前已經分享過 就是我真的進了日文系之後 我覺得日文系跟日文補習班的差別 我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支影片 可能會對你的就是準備日文系的面試 會有一些突破盲點的部分 好 這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教授很有可能會問到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你為什麼要念我們學校的日文系 面試的時候你不只是要表現出 你對日文系這個東西的熱情 還要表現出你對於這所學校的日文系的熱情 就是你為什麼非這個學校不可 你為什麼不能去念 比如說你念我去面試台大日文系的時候 我就要跟他講為什麼我選的不是正大日文 而是我想要念台大日文 那我去正大日文的時候就要跟他講說 為什麼非常想要進正大日文 而不是台大日文 所以這時候呢你就要去找出這個學校的特色 你可以去找出這個學校的其他學校沒有的專長 或者是他們很努力在學術方面或者是各個方面 他們努力出了一些成果 那你找出這個成果之後 你如果能夠在面試上面提出來 因為做這些努力的人是誰 就是現在面試你的這些教授們 所以你講出他們努力的成果 他們就會覺得很驕傲 很開心 那也會覺得你是有認真做功課的 好我講的是不是很抽象 那我現在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那時候去面試正大日文的時候呢 我就有跟他們講說 我會非常希望可以上正大日文 是因為我有交換學生的計畫 那在交換學校裡面呢 我最想要去的日本學校是慶應大學 其中正大就是他們的一個簡媒校 我忘記是只簽了正大跟台大 還是只簽了正大 反正就是最多沒有多過這兩所 所以我就是覺得 如果能夠進政治大學的話 才有辦法就是完成我這個 就是想要去慶應大學交換的這個心願 對 這就是我那時候發現他們的學校的一個特色 然後特別在就是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主動 即使他沒有問 你就是因為你查了嘛 他沒問的話你就很虧啊 所以你就自己把它講出來這樣子 那他們就會覺得你對這個學校是真的有興趣 而不是你分數剛好到這 你就來這這樣子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覺得雖然非常的基本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漏掉的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備審資料 記得非常的清楚 很多很多的教授 他們就是看著手上的備審資料 看到什麼就問你什麼 那他可能跟這個細索也沒有什麼相關 所以其實你如果就是備審資料很早之前就準備好 然後你根本就不記得自己寫了什麼的話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像我當時呢 就是有想說我想要 有寫說在我的讀書計畫裡面 因為我為了要存交換學生的錢 所以我就寫說我要去打工 那我選擇的 預計的打工地點是成品 那我那時候就有寫說 因為我很喜歡成品他們的concept 好 那這時候呢我就記得政大日文的老師就有問我說 那你覺得成品跟其他的書店就是差在哪裡 你覺得成品好在哪裡 這樣子 就是問題聽起來跟政大日文的關係 沒有啊也無關日文 但他就是會問你這樣子 就是教授他就是有那個權利 他想到什麼就可以問什麼 所以你對於你自己的備審資料裡面 有寫到的東西 最好都可以延伸的把它想 想的就是完整一點 這樣子才不會太緊張 好 那也有網友問到說 可能這也是一個面試裡面很常 可能會出現的題目就是 你對日本這個國家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日本的特色是什麼 網友就跑來問我說 我在日本留學之後 有沒有什麼自己的想法 那在我講我自己的想法之前 我希望大家還是可以有自己 先想想看你的答案 因為如果你只聽我的答案的話 你可能會就是 教授在深入問你的時候 你可能會答得很片面 因為這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我的想法 只是給你們一個point 讓你們可以去激發出更多面向的想法 而不是就是 照著我講的去講喔 我來到日本之後 我覺得日本最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非常非常的 嗯...體貼 而且不想要去造成別人的麻煩 怎麼說呢 像是他們就是 一群人在講話的時候呢 大家的腦子裡面 其實都動得非常非常的快 會想說 我講這句話 會不會造成 任何一個人的尷尬 提出這個問題 會不會有點像是在誘導問答 逼得這個 就是被問問題的人 在這個場合下 因為就是大家都在看 所以他必須一定要答yes 他們會想的比 一般我在台灣認為 大家的想法 就是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一點 而且就是日本人是如果 大部分啦 大部分的日本人是如果 你是很尊重你的意願 然後不太會去強迫你說 譬如說 我們要不要去哪裡玩 那如果你說不要 他就會說好 他不會像台灣人說 走啦 為什麼不去 走啦 就是比較不會這樣子強迫推銷 然後就是 就是跟日本人在一起是 有一種 日文叫做 就是 在一起很自在很輕鬆 因為他不會 強迫你去接受他的想法 也不會強迫你去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 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日本人他們 就是 這些事情的出發點 都是來自於他們的想法 是很不想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很怕給別人添麻煩的 那另外補充議題 就是我當年被問到 然後完全答不出來的議題 就是 因為我有學日文嘛 然後我有讓教授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教授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 學日文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學日文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大家 我那時候答超懶的 我就說 我覺得 日文裡面的 漢字跟中文的意思不太一樣 可是他就會說 那你舉例 我真的超不會舉例 我就立刻 就是當下想不出來 那我日文那時候 也不是很認真學 你知道嗎 然後就 說明得很懶 然後教授就說 喔 嗯 那最後呢 想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各個大學的日文系 有什麼差別 這件事情 我很常被問到 但是 首先我要說 我就是我只念過一個日文系 就是我只念過正大日文 我沒有念過其他學校的日文 然後 但是呢 我自己是覺得 日文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很 專業能力的東西 所以你去念哪個學校的日文系 其實 你出去之後 比如說你是從事 日文口譯 或者是 日文相關的工作的話 大家看的就會是你的日文能力 或者是你的日文檢定的那個證書 比較不會看你是從哪個學校畢業 但是 但是這時候就變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自己的 心態 跟你自己的面對 日文這件事情的態度 同一個學校的日文系的人 一樣念到大肆 有些人的日文就是很不好 有些的日文就是很好 所以你不管進入了哪一個學校 你都很有可能成為不好的那個人 也很有可能成為好的那個人 所以這就沒有辦法有名校表 保證 不是說你進了台大日文正大日文 你出來就一定可以很順利的找到工作 所以就是進了學校之後 也不能鬆懈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個選科系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更宏觀的去看 這整個學校可以帶給你什麼 現在學測的面試 如果你們跟我還是同一個系統的話 就是我們是填科系吧 就是可以填五個還是六個 你想要去面試的科系 那這時候你很自然的就會 以系為單位去比較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你進入一個學校之後 整個學校可以提供給你的資源 還有整個學校的氛圍 其實是會更影響你的大學生活的 所以當你覺得台大日文系跟正大日文系 他們的課程其實根本就沒有差很多 選哪個都可以的時候 就可以去更宏觀的比較說 台大整個學校 政大整個學校是怎麼樣子的 因為其實大家在上大學之後 不會只休息上的課喔 就是你並不是整個四年都只要 只要把系上你看到的那個必修表修完就好 你還要修一些譬如說像是通識 或者是綜合科目 這些就是全校學生一起修的科目 那這時候其實很有可能會是你 找尋新的興趣 或者是新的嘗試的一個 手段 那如果你念的是正大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你其實沒有那麼多選擇去接觸到一些理科的科目 因為正大就是一個文族的學校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可能會對於一些譬如說寫程式啊 或者是理科那些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即使你是要選日文系 你還是可以選台大日文 然後再去上上看或者是甚至是旁聽他們理科的學部的一些課 又或者是如果你對演戲有興趣 那台大的話有台大戲劇系嘛 所以你可能可以去上他們的戲劇系裡面的課 但是正大的話是有正大船院劇場 他們有一個就是學生組成的劇場 然後會定期的招募人才 讓你上去可以就是演戲或者是嘗試一些舞台的事情 所以這些都是學校的資源 跟學校的風氣還有學校會做的事情 那你多了解一些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多想像你 多想像一點如果你進了這個大學之後 會是怎麼樣的大學生活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這樣囉 如果大家有關於日文系的其他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那這一次的話我會盡快回覆你們的留言 那希望大家要問的具體一點喔 就是不要直接問我要怎麼準備 或者是日本怎麼樣 就是我就會覺得很難回答 那所以盡量具體一點好嗎 那就這樣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它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可能會有需要的朋友 那我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都會出一支影片 我現在在東京留學 所以我的東京留學生活跟我的推薦景點 會發在Facebook跟Instagram 如果你想要看的是我的日文動態的話 記得要追蹤我的Twitter 上面的動態都是日文的 那就是這樣囉 我是Tiffany 我們下個禮拜一見 掰掰